今年新加坡天主教教区盟主的恩佑 庆祝两百周年 此时此刻有机会与兄弟姐妹们 共同欢度这美好的时光 真是难得可贵 在这段岁月里 慈母教会陪伴了我走过六十多年 我在教会的母态中孕育成长 他日夜透过教会的生长 亲友恩人 不断地供养我所需的一切 满足了我身心灵的需要 教会给我留下最深深刻的印象是 这两张图像 第一张图像 教会有如山木 因为耶稣就是山木 他坚恶 是女子 辅助 弱者 光怀病痛者 耶稣打开心门 以慈悲大爱的心去安慰 宽恕 在山木的照顾之下 每一只羊 他都非常珍惜 第二张图像 教会是一只船 不过 与众不同的是 因为教会有耶稣 因为教会有耶稣跟我们同行 一起克服狂风巨浪 他和我们同舟共济 有难同担 在圣经中 我们看到耶稣经常与门徒们一起 补于干活 传扬喜讯 他还能平息风浪 让门徒们体验到天主的灵在 见证了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掌控者 有耶稣在我们的教会掌握 真好 我们可以有信心的活上身出去 因为他曾经告诉我们 不要害怕 同时他还承诺 要天天与我们在一起 直到永远 我对教会的展望是 我们要常常祈祷 依靠天主扎根于教会 要始终背起十字架 跟随耶稣 带着平安和喜乐的心情 以具体的行动去服务人群 努力勇敢地为天主做见证 好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到 天主的爱和慈怀 在至可喜可喝的时刻 并祝贺兄弟姐妹们平安健康 愿教会志士发扬光大 教友们志士一先足容